《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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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建築非常在地 就是特定的一個地理環境 必然會塑造一種特定的文化 特定的生活方式 特定的建築 把肉帶羽林的建築 蓋到了沙漠地獄 把紐約的建築物蓋在深圳海南 我覺得這個背後一定是愚蠢 形式怎麽變 形式是因地之一 自然而然 我是朱培 就是一個教師和一個建築師 在過去可以說近20年的這種 實踐過程中 我一直秉成一種自然建築的一種理念 當然這也是我的一種設計哲學 之所以我會有這樣的思考 主要還是基於目前全人類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挑戰 那就是氣候變化 另外一點實際上在高度城市化 特別是中國幾十年的這種快速城市化 實際上也帶來了很多文化的缺失 特別是地域文化的斷裂 自然建築就是試圖回應化 它不是綠色建築 也不是景觀建築 它實際上是一個自然的態度 它是試圖通過根源 特定的文化 特定的地域 自然環境 建築之間塑造一種血緣關係 人可以親近的 可以進入的 不僅僅是身體的進入 更重要的是一種感情 感悟或者感受的一種進入 比如玉瑤 為什麼是一個拱穴 景德鎮人千里迢迢 來到景德鎮 是衣衫而堅 擇水而居 一生的勞作 就是建瑤作辭 景德鎮的交往空間就是玉瑤 就是瑤和瑤蓬、拱穴 就是他們所造的這個柴要 是挥之不去的 所以我認為 如果我們抓住了這樣的 他們的一種文化上的一種認同 所有的人看到瑤博物館的時候 都覺得它絕對跟陶瓷有關係 這就是我說的那個血緣關係 如果你抓住了這個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建築 我特別地期待的是這樣 也就是每一個人對這個建築 有自己的一個感受 或者有自己的一個想像 就是這是一個點 我走進去 我就充滿了想像力 我就特別欣賞 我特別喜歡 這個院落 這個光線 這個拱穴給我的感染力 讓我充滿了聯想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